國際社會經常說 臺灣是中國未來的民主燈塔 因為同樣是華人社會 但是臺灣卻擁有穩健的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 同時還保存了許多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 所以許多中國人民和海外的華人 也都期盼著哪天中國能夠像臺灣那樣 實施高度自治、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 那可想而知了 臺灣當然就是中共的眼中釘了 特別是臺灣的民主選舉 可以把中共他們吹捧的那套全過程民主 給完全KO打拋到只剩下骨灰 所以中共盤算著只要拿下了臺灣 就可以消滅中國人民對民主的希望與火苗 這樣就可以進一步的消滅國內的反抗勢力 進一步的鞏固中共的極權獨裁 先安內再攘外 穩固了國內就可以進一步的來對國際社會進軍 可以進一步的來對國內的吻 並且全國內的成為 並且全國內的吻